Movie 6,認識電影,我是恩子丹 因為我很想拍部古裝片 因為太久沒有拍過古裝片 自從我上一次拍《老火松岸》之後 我就希望可以有不同的轉變 因為我每次拍一個題材 我不想再重複那個題材 這次為什麼要向難度挑戰呢? 不單止拍古裝片 真真正正的我沒有處理過怎樣拍 直至我真的看完這個小說 我看了第三集《喬風出場》 之後我看了第五集 我就覺得真的挺好看的 這個人物挺好看的 他牽涉到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我覺得金庸是寫得最好的 我要將《喬風出場》 這個人物為什麼好看 這個故事裡面有什麼經典的情節 經典的對白 我先拿出來 我說這些一定要保留的 但與此同時 我又不想完全跟隨他 因為我想拍一部部電影 是可以讓不懂金庸的人都可以被打動 被感染 我為什麼覺得喬風這個人物好看呢? 郭靖和楊過 有什麼不同呢? 我覺得喬風的性格是幾次現代人 要面對很多不同的生活壓力 甚至乎有一些很不合理的對待或指責 而他都可以撐不住 他亦都可以面對 我覺得這個人物很夠瀟灑 很夠豪邁 因為所有人看《天龍百佈》的影視作品 都是在電視上看回來的 一開始我就跟自己說 我不會跟隨那個影視作品 因為現在人對電影的共鳴 與以前不同 所以我沒有用那樣東西作為一個指標 我會在小說裡面 我用現在的心態去拍一些東西 所以我這部電影裡面 我借用了他的人物 我有一些對白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譬如有一場戲 那些師兄弟就圍攻他 他就對師父說 你們每個人都這麼自責 我都不跟你解釋 江湖相說你是,你就是 這個其實是很現代人的 大家上網看這個新聞 喂,他是這樣 大家都跟著,他當然是這樣 因為那個舞蹈都是這樣說他 其實這個挺諷刺的 其實有很多現代的啟示錄 所以我就借朝鮮的人物 就是想順便說一些自己 作為導演的一些想說的東西 我們香港電影人 尤其是在我拍的那一年戲 我們的文化以前一直都是這樣的 一邊拍一邊變 一邊希望他拍得更好 甚至拍完之後一邊剪 一邊剪不同的版本 這一種文化 我覺得很喜歡這種文化 其實就好像一個爵士的一個歌手 你一邊彈,一邊玩音樂 其實都一邊變 都是用這種模式去一邊把電影拍出來 好像在拍洗爐水廣告那樣 大家都,嘩,頭髮搖搖搖搖搖搖 大家放一個姿勢 這樣就有一場戲 好像在拍MTV 那我不想拍這些東西 如果我再重拾一下 我再拍回夢裡面 我想拍一部江湖夢裡面 真真正正的裡面 我要讓你感覺到那些人是怎樣的 那種風塵 那種合客的那種凌厲 說時辭那時快 拿起把刀 一作為一個江湖合適 他會怎樣做 我要拍那種質感 無論那部電影是什麼類型 我都會自己去自我挑戰 我希望可以設定更加高 那個要求和指標 這是新挑戰的拍古創 我怎樣可以像殷子丹的風格 打到拳拳到肉 很厲害 我覺得一部好的動作片 除了當然要打得厲害 是人物 人物必須要 觀眾會認同你這個人 其實很重要的 兩方面永遠都不能夠分開 當他一腳伸那個人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伸得好 當你去處理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想一下 我怎樣設計到這個人 是打得合理 抵打 你達到這個目的 這部動作片已經成功了一半 幕後工作我一直都有參與 其實作為一個進取的藝術 他是不斷找不同的平台和方法去表達藝術的想法 如果你能夠全面去表達你的藝術的想法 理念 你必須要全方位 我很幸運我有這個機會 典公司是相信我這個林鄭 那我一定會利用了我這個全方位的掌控 然後才可以看到恩子丹的一個風格 天龍八部橋風轉 記得入場 Happy New Year 恭喜發財 兔年行好運